我最近一直在想这个诀窍 就是一个事情如果有问题 你去指出的时候 要先当病人再做医生 社会的事 人际的事 什么事情都是这样 当人说什么什么不对的时候 都是从医生对病人的态度出发的 比方说对一个小孩 他说他打游戏机 他父亲就是医生 对不对 他这个是不对 有问题了 但是他不会站在他这个小孩的立场上 你要设想你是个小孩 你为什么回到家里功课不想做 游戏呢 他不替他去想的 你看他不想病人的心理 直接来做医生 谁都是指责一个现象 这个看不快 那个看不快 文学也是这样 很多作家写一个社会现象 都是觉得社会病了 这个人物病了 我们要提出一个药方 对不对 我就觉得 先做病人 再做医生 或者至少你设身处地觉得 你是一个病人 然后你才想你的药方和医治 这样会比较好 徐老师可以来干我们这行 但是可是现在网上不就有个 很流行的帖子就讲这个事吗 就说这是什么大型PV现场 就说那些老板们都点赞给员工罚 就说对公司应该感恩戴德 因为不容易在疫情期间给你发工资 就是您说的 但人家就说这是PV 不 我讲的正好相反 我的意思是说 你老板你来批评员工 不替公司着想的时候 你是站在老板的立场上 你要是站在一个员工的立场上 理解他为什么抱怨时间这么长 加班什么什么 你老板的态度就会有变化 人很难离开自己的立场去 替别人想问题 这个是一个前提 但是人 你仔细想想我们这个社会 你听各种意见 你如果用我刚才的简单法 你去看看 医生多病人少 而实际上呢 当然是病人多 对不对 医生在这呢 咱们仨都是病人 对 可是你知道 我觉得这个人性啊 真的是我们要明辨是非 但是这个是非啊 又相当的复杂 是 比如说啊 乔布斯 你承认不承认 压力也是动力 当然 这个乔布斯 有没有PoA的性质 当年就是在苹果的时候 不都是他的 当然咱们都看书看来的啊 就要有一种叫 现实扭曲立场 我也曾经经经历过啊 比如说我的老板 或者我的上司跟我说 我说这个不可能完成的 他说一定要完成 今天晚上一定要完成 哎 就像他们就说 这个乔布斯就是用自己的意志啊 他给他的这个员工就是 但是呢 当他的员工受到这样的压迫的时候 奇迹有时候也会出现 就人的潜能 就你刚才讲 他也就是完成了 有些行为我们该怎么来看待他 他是魔鬼 还是说他确实能够带来人的超越 飞升 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刚刚徐老师说的有一个事 他说叫有限责任 这个有限责任呢 如果用心理学的这个术语来讲 就是要有一个边界 要有一个边界 我觉得边界之内和边界之外 可能我们得需要用两套标准 什么意思呢 我举个例子 就比如说我看有一个 应该是有一次月云鹏 好像去哪演出 说是他这个上台之前 突然收到一个噩耗 说他父亲过世了 对对对 然后说月云鹏 他就在那个舞台上面 他还是在强颜欢笑 就是继续逗观众开心 因为这事跟观众没关系啊 他们花钱买票了 还是得逗他们开心 这个人是 对 但是他一旦结束了这个演出 立刻他整个人就崩溃了 他就说这个我不孝 我不孝顺 你一刻要回去 就是这个故事啊 我觉得他其实就是代表的是什么 是边界 刚才逗老师你说 我们这个心理咨询 能不能一直做下去 我觉得其实从心理咨询师 就我们这个职业的角度上来讲 我们也不能一直做 就是我们必须得有一个中 到了这个中 我就不再是心理咨询师了 那是什么 我是我呀 我得回到我自己 就是下班了 他也回到自己 不然是家长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 你说在一个边界之内 他是在那个职业角色里边 我去逼他 我去让他去激发潜能 让他去承担可能他 难以承担的 难以承担的东西 但是我们必须得要清楚说 这个事是有限的 不能把这个延伸到 他的整个人生当中 对 我觉得您说的这个边界很重要 就是说这个施压者 我觉得这个施压者很重要 就是你得了解 你施压的那个对象 了解你自己和你 你施压那个对象的那个边界 我觉得像乔布斯 或者你碰到的情况 那个人可能 他这个施压者 他知道我压到这儿 会产生什么情况 而不是说我们广泛地说 只要那么压都行 这个其实就像现在大家有时候说 什么佛系养娃 我老觉得就很误会这个词 佛系是什么 佛叫人家说观其根性而杜挫之 我得要知道他是什么情况 我对症下药 我根据他的情况我来施压 他有的人你就是 你给他这个压力 他可以变成更好的他 有的人你就是不能碰这条线 所以我觉得这个施压者很重要 所以我觉得POA这个概念不能滥用 但是类似的这个调调啊 我觉得都曾经感受过 很有意思啊 当人被摧毁的时候 你容易变成他人的工具 你比如说我可能比较喜欢古董 那么那于是你碰见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说你那审美全错了 哈家伙 这就彻底你觉得人家说的也对 或者说人家确实比你倒上深 但是当你错了之后呢 就是等于你过去的这个解体了 就是所谓这个自我被批评的解体了 这就像有些时候不太道德的 这个男的 他先让这个女孩子就是自我解体 就是说你都是错的 你想的那些都是错的 很奇怪 当人这个解体了之后 按说就是可以重塑一个我嘛 但是在这个重塑一个我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会发生一个什么呀 有一段时间我不知道什么是好的 嗯 就是既然我过去的审美观全错了 那么现在看见一张画 看见一个艺术品 我都要打个电话问问他 我说这个行吗 这个好吗 有些事就是最后你变得失去自我 最后你变得依赖他 导师出现 要是马爷来就能告诉你 今天的这个古董行里 我想有很多这样的粉丝和导师 就是比如说很多现在有了钱的 对吧 老板或者什么的 想投资艺术品 他们就说啊 说这个里边啊 对于外行人来说啊 这个鳄鱼池啊 那家伙你到一看这个展 你一去 很多专家老师就来了 这不行 好 你最后知道吗 你不知道什么是好的 于是你只有认准他 什么你就认准他 这个有点类似于 我只能说类似于 您觉得类似于POA吗 有点像 那你后来怎么能摆脱这个东西 我关心这个 后来怎么能挣脱这个东西呢 还是还没挣脱 不 加强学习 自己炒营几次 就建立 自己建立自己的认知 我觉得就是说啊 你比如说 我给很多老师请教 有些时候 这些老师们互相之间啊 都瞧不上 但是我觉得我挺占便宜的 就是他们之间的这个瞧不上啊 我不管 哎 他说的这个对我有用 我就拿过来 而且呢 我加以验证 我回家看书 哎 他这人说的靠谱不靠谱 哎 我我加以验证 有的时候真的是请义多师啊 就是好几个老师 这几个老师里面对一件事情 他说的有共同性的部分 那么这可能就是比较有扎实的 这个知识 就是总之还是说 你这个自我 这个自由的灵魂啊 没错 但是确实PUA现象 平常咱们看见很多新闻 这个人呢 特别容易变成 供这个人意识的工具了 没错 刚才徐老师啊 他说 他教学生说 不要去迷信权威 就是说这个人讲的 那个人讲的 你都可以听听 但是你最终的判断 是你自己的一个判断 其实这个事啊 要说起来呢 他 他非常的原始 就是相信自己的判断 和自己的感觉 这个其实不是 现代文明人的一个准则 这是原始人类的准则 为什么这么说 我饿了我就要吃 对 我渴了我就要喝水 谁难受谁知道 对 这是一个非常原始的东西 但是其实有的时候 我们现代的这个文明教育啊 我们有的时候 恰恰缺乏这个原始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教育的过程里边 就是会有老师 他会站出来 他说你这样想是不对的 然后我告诉你什么是对的 而这个说法很多时候啊 他其实确实能帮助我们变得更好 嗯 这就是现代理性 他告诉你说 你不要光凭自己的直觉 然后我告诉你一个更好的 就刚才比如说 豆老师您说那个 一个人在说你哪里做的不好 然后另外一个人会生气 他说你在说我这个人不好 对 你看如果从原始的反应来讲 他其实生气的这个反应是好的 因为这就是原始的反应嘛 我被说了我不高兴 这小孩都是这样的 就不高兴 但是你看反倒是我们受过现代教育的人 我们就会说 你不要生气 你不要把这个东西 对对对当做是对你个人的 你要去从这里边去吸取一些 可能对你个人有意义的一些建议 我们讲的这个话其实没有错 但是我们讲的这个话的另一面 它其实是在去试图绕开 这个人的一些原始的防御机制 啊 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被POA的人 是那个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人 哎 为什么 就是因为这个高等教育 他就始终在告诉你说 你要突破自己的舒适区 你不能自己舒服什么就接受什么 然后你不舒服你就不接受 你必须要去去接受那些 让你感到痛苦的那些东西 我现在的咨询工作 就是要教这些女生 就是听到别人这样说的时候 你该生气就生气 嗯 对 就是你得原始一点 你就是生气 你自己那个人 人欲的灵性的那个东西 我一般从个人情感上 我不去从勤这些人 但我必须得承认 有很多POA别人的人 他自己可能在人生经验里边 他也有被POA的经验 所以有的时候 那个施害者 可能是另一面的受害者 这个我是知道的 嗯 这就是徐老师讲鲁迅的那个 那个什么狼啊 在别的狼面前是羊 然后他碰见更老实的 他又变成狼 把更低的当成羊 是不是鲁迅讲的大概意思 对 但不是指这个问题 但是呢 我要跟你讲的是 从这个POA啊 有时候会让人觉得 他产生一种 就是说是没有自我了嘛 没有自我呢 就容易变成他人的工具 你知道现在有个流行词 我觉得挺好玩 我老是从这些流行词里 观察社会动向啊 那天我听见 反正朋友男女吵架啊 我说这是个什么词 挺新鲜 因为我比较后知后觉 说我就是你的工具人啊 哎哎我说怎么现在流行 后来我一查在网上 现在这是个特别流行的词 这是个流行词 工具 哎 徐老师我还真的 也查了查了查 什么叫工具人啊 泛指某人在不知情 或知情但心甘情愿的情况下 对他人进行帮助 任劳任怨 随教随到的付出 在情感物质和经济上不求回报 一直像工具一样 被对方使用或使唤 哎我好像也有点啊 这个工最常用于形容男女交往中 女方对待备胎的态度 哎这也不一定 有时候是男方对待备胎的态度 对吧 工具人毫无保留的付出 却也不会得到 哪怕一丁点感情的回应 但是还上了瘾了 当对方用到自己的时候 工具人还会暗自窃喜 终归是有用着我的地方 这会儿 工具人企图用没有道理的爱 换来一场相互的爱情 他们爱的没有自尊 但他们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毫不动摇 听上去也像一种伟大的人格 是吗 其实 无所求的爱 也是一种抱怨嘛 就是说我是工具不是人嘛 对 其实就是一种抱怨 但是对啊 你说起来这好像也是一个 它是心甘情愿的一种付出 这个话说就不好说了 我觉得从社会交易理论来讲 说到根上 我们人与人之间 哪怕是就你有个朋友 的确你不能否认呢 有工具的性质 是的 但是我确实没有想拿你当工具啊 没错 但是朋友嘛 有事帮个忙上个节目 那么他 我们都是这节目的工具人 对对对 然后你也想行 酱油工具人 对对 这次你看我上了你节目 那下次我那个新书发布会 你来主持一下 你看这个是很也可以是很愉快的 提醒的好 这个是 我记下来 回头加您个微信 你加加加加 你觉得这个是不是 有的时候可能不是大多数情况吧 但是毕竟有时候 你在网上经常看这样一些新闻 就的确你有点怀疑 你找这个男朋友或者女朋友 你是当一保姆呢 还是当一钱包呢 还是当一个帮你介绍工作的工具呢 就是是不是有这个感觉 有 我相信可能在很多 特别是比如说相亲呢 什么这些事情上 那最典型了 对啊 他就是看你的身高 你的户口 工作 有没有车 有没有房 对他就是看的是一些非常外在的指标 你这个人是谁 他都没见过 对啊 你像那天我听一个女的就是说 哎 差不多了 都三十多了 对吧 找个老实的就嫁了完了 哎 我觉得我为那个老实的有点叫缺 我就当你这样想的时候 你把 你把这男的 当然可能反过来 也是一样存在的 就是你把这女的 你 你又当成什么了 她是 传宗接代的工具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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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人为什么会自愿 去当另一个人的工具呢 是 刚才徐老师问说 有没有那个奇葩的案例啊 我想起来 我做的咨询里边 有这么一个例子 来了 那个工具人到什么程度 就是 那个 女人 她为什么会结婚 她当时是在谈恋爱 而且她对那个男方 其实并不是特别满意 她也在考虑说 要退出这段关系了 但这个时候呢 这个男方家里边 正好是拆迁分房子 然后那边就说 说你这会儿 必须得结个婚 赶在那个拆迁之前 得结个婚 这样家里就多个人口 她都不是多个人 她是多个人口 多个人口 她就能多分一点 然后说 那男的就去找这女的 说你要不要跟我结婚 如果你不跟我结婚 那我就得找别人 反正那个日子就在这儿 我必须得在这之前 把这婚给结了 然后这女的回去 跟她父母一合计 父母说你傻呀 你这会儿当然是跟她结婚 为了这房子 所以最后这女的就结婚了 这是她婚姻的来源 就是她就是作为一个人口 分房子的这么一个工具 她把这婚给结婚了 她还是为了房子结婚 上海很多人是为了房子离婚 对 离婚以后可以多买房子 对不对 而且大家道德上毫无问题 要查了现在 现在又查了 说那个平凡 什么那个结婚离婚买房的 要查了 我觉得现代老提工具人 这个词实际不是个坏事 它代表了某种觉醒 对不对 比如说桌别林 桌别林拍的那个 那个那个片拧螺丝的那个 那就是说近代工业化 流水线出现以后 人你就是流水线的一个工具 你想现在很多大公司 对吧 某一个环节上的一个员工 这个公司最后跟的成果 跟他有多大的这个关系呢 天天做着这样的工作 他会产生一种 就是我 无意义感 就是这个要注意职工的这种心理问题 因为这个是某种程度上 跟人性啊 是拧着的 是的 但是现在呢 好像这个社会分工啊 你被压在一个流水线 或者一个层级关系的 一个较低的一个关系里 是不是确实容易心理 是 所以我就说一直说要有这个边界 就是说我可以在那个流水线上这 做其中的一个环节 但是你得告诉我 这一天从几点到几点 我穿上那个工服 我是这么一个人 但是我脱掉这个工服之后 我离开这个地方 我还得做我自己 就是我必须得有这个边界来保护 但是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就是说现在我们这个社会的 这个包括手机啊 互联网啊 他越来越把一个人 他的那个工作的时间 跟他不工作的时间 混到一块了 没错 你半夜也会收到一条短信 然后就是告诉你说 加个班或者一个什么事 然后你回到家 你也在看微信 你也在看邮箱 然后你就微信里边 你肯定有工作微信 这是免不了的 就是做工具的时间长 做人的时间短 对 就是已经慢慢 没法区分说 我就只是在那个岗位 或者那个时段里边 去扮演那个工具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 人就被疑惑了 我最近有一个 从都鲁迅的 正好里边这个回答 你刚才讲的 那个工具人的这个问题 鲁迅那篇文章 是阿Q正传的成因 他说这个 我常常说我的文章 不是涌出来的 是挤出来的 比方是牛吧 他说已经不大有用了 但废物利用吧 张家要我更衣工地 可以的 李家要我 转一转磨 也可以的 要我在他的店门前站一站 在我背上贴一个广告 说这个店备有肥牛 出售上等牛乳 我知道我是供的很瘦 但是呢 没有乳 但是呢 这个想到人家 为张罗生意 起见情有可原 只要出售的不是毒粉 也就不说什么了 这是鲁迅对他自己的 工作状态的说明 接下来重要了 他说 但倘若用我太苦 是不行的 我还要自己蜜草吃 要喘气的功夫 要专职我为某家的牛 将我关在他的牛牢里 也不行的 我有时还 也许还要给别家 赚几圈磨呢 连肉都要出卖 那自然更不行 理由自明 无需多说 碰到上述三类 不行 我就跑 或者索性 躺在荒山里 躺平 躺平 你说的 鲁迅没说躺平 就智能起来 但这三点 我极有功名 就是我们都是工具人 我在大学里 包括跑到他这里 当然了 这主持人典型的工具人 对 我们都是工具人 但是他这三条原则 就一 不要用到我太苦 是 不怕苦不怕死 是比较难的 二 多给点钱 二 不能专属一家 这个是很奢侈的愿望 我们现代社会 我要跟我的校长去说 我不能专属你一家 我还要到华东师大 做兼职教授什么 这个就是很奢侈的要求了 其实是可以离开 第三 第三是 我不能卖肉 我卖力气可以 你不能让我卖肉 是卖肉命没了 不是 你要这样来理解 就是说 你比方说你是一个读书人 你叫他写小说可以 你不要叫他整天写广告 那就是 对不对 跟卖力气不同的卖肉 底线 有底线 就是我做的事情 你不要帮我改变 性质以至于扼杀掉 我的基本生命 我觉得他很好地回答了 我们作为工具人的困境 和解决的办法 解决方案 所以说 这我觉得 什么都提我们想到了 对 我觉得从鲁迅老师的这个里边 我们能够得到的一个启发是什么 可以当工具 也许我们都在有意无意之间 是别人的工具 但是永远不要忘了这个心 人的这个心灵 尊重 他是知道喜怒哀乐的 知道冷暖的 知道自己想过什么生活的 是吧 他是 他有这个心呢 你做工具的程度 永远要问问自己这个心 对吧 你做工具的这个度 你要把握在这个心 你呢 得掌握这个分寸呢 你得随心而变 为什么呢 因为本节目由随心而变的 创为首台 OLED变形电视 65W82 特约播出 这也工具人当的 这也工具人当的不错吧 猝不及防 我刚才这个案例 就是从心灵到工具 对不对 这个这个里边大有 变连笔变心灌 他这个还是卖力气 不是卖肉 就是您觉不觉得 就说到底什么就 叫叫叫人 我们这个人 过去最早的一个概念 现在我看有很多学者 已经质疑了 说人跟动物的区别 是因为我们小时候 学的概念是 人制动工具 但实际上现在动物学的研究 发现很多动物都能制造工具 也不是都能啊 个别动物 个别先进动物 也有能制造工具 也有能 知道 所以这个不是根本的这个区别 语言呢 另外一个说法 就是人跟动物的这个关系性差别是语言 但是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很多动物 有他们自己的语言 当然有他们的语言 他们的沟通 我看到的分别是动物只有环境 人有远方 就是人相信虚构的东西 对 这个是人跟动物的区别 对 但是呢 我就说沿着这个概念再发展呢 人有把人当成工具的这个发展 社会的复杂化以后 的确有那种性格的人 语军我觉得 我不好说 语军这个心灵很强大 但是语军特别爱帮人忙 我说 我老是说 语军 有的时候我就 帮忙好朋友 他呢 特别有服务精神 谁找他 问他个什么 他都特当回事 帮人 本来可能自己的事 也不知道给弄哪去了 你知道吗 就是 我就说你也抓不着重点 你有没有这种 有的时候被周围的家人朋友 包括我在那样工具化的情节 就是你 但是我现在就大师在 不是大师在这 老师在这 我可以分析了 他们说啊 就是人际关系当中 有些这样的人 他甚至以当工具为乐 他们就说分析 这种人是心理是怎么达成的 后来就是说 有的心理分析师就说 说这样的人啊 有一种从小啊 自我物化的倾向 或者说 习惯于不尊重自己的情绪 习惯于不问自己的 这不是住人为乐吗 我觉得住人为乐 跟物化自己是两个事吧 你帮人家自己感到快乐 你现在把它解释成 这个以当工具为快乐 这两者有区别吗 其实我们很少会 我自己啊 很少会把这些事情 用一个病理化的方式来解释 自我物化什么 其实都是把它当做了一个问题 我觉得你从那个正常的角度来看呢 就是每个人 他有他自己的一个发展的 那个需求的水平 其实对大部分的中国人来讲 因为我们这个国家 毕竟过去的很多年 其实很多就是特别是在旧社会 大家吃不饱饭 是有这个温饱方面的这个需要的 所以有很多人 他的那个刚刚说集体无意识 他就是对于那个生存 是有强烈的恐惧 所以对他来讲 就是他也不觉得自己是在助人为乐 他就单纯觉得说 你给我提了要求 老板提的要求 或者朋友提的要求 我只要答应了 也许将来我就能多条路 或者我这个饭碗我就能端得牢 他是可能是从这个很初级的 这个生理需求考虑的 那也有的人 他可能是从一个情感的需求 他会认为说 别人喜欢我 是因为我对他们有用 所以他是从这个角度考虑 那么我就 他也不觉得自己是在 把自己贱卖了 他觉得说我做这件事情 就是因为我做了 别人会喜欢我 我就可以去获得这些关系 所以我们去看一个人 他愿意去满足别人要求的时候 我们一般会去问 他最后换到的是什么 那个东西可能在另外一个人看来 说这东西不值钱呀 可是对当事人 对那个人来讲 那也许就是他要的 让别人喜欢我 对他来讲是最高的价值 有可能在那个阶段 就是他最高的价值 这个要很重要的划分 第一社会关系跟第二社会关系 第一社会关系就是家人 伦理关系 第二社会关系是 这个家人以外的社会关系 刚才讲的这个做工具人 虽然难免但是我们有原则 指的是第二社会关系 到了第一社会关系 我是我女儿的工具 我无怨无悔 这一辈子都是这样 当牛做马 没有什么 直到我死了一天 我都是这样 我没有说什么 哎呀你怎么把我当 小孩问我要钱 我乐点点的 他还要你 现在还问你要 他人家到时候 那你想家人就这样吗 你父母也是这样 你会觉得你帮你父母做事情 是工具吗 不会 你只要有你能力 你就会帮你父母 所以在第一的伦理链里边 这个工具论 这个形式啊 就是不大妥当的 刚才讲的一些男女关系的例子 是因为他们有的 还没有阶层家庭 有的就是用传统的 就是这个 怎么说 公立的婚恋 就是我要门当户队 或者说我是趋利避害 或者是我是利益最大化 从这些方面 我找最有钱的 我找最漂亮的 我找什么什么 那这个其实都没有用 家庭伦理 亲人这个概念来衡量 如果用那个概念来衡量 颜格林的陆范 淹石描写一个女的 冯 冯婉鱼吧 对自己老公 几十年 好得不得了 老公留学回来 根本看不看她 对老婆对她很好 老公后来去了坐牢了 老婆就送 不断地给她 老公只是坐牢 坐到一半 转育的时候 才知道 原来老婆在外面 等了七八天 只是为了最后看她一眼 所以她最后的 在牢里的二十多年呢 她就忏悔了 她就觉得 这个老婆对她的爱是 天底下最重要的东西 她就一直在脑子里 忙写这个小说 回写她以前 她对她的爱 这个 大家知道 最后的结尾被归来 写成就是回去 老婆已经不认识她 那可以说 老婆一直是她的工具人 但首先第一个 老婆从来没觉得 有后悔的地方 第二 这个老公最后回来 陪着不认识她的 这个老太太 对不对 她也是回到了 很高的境界 当她弟弟回来 从海外回来说 哎呀你这辈子好苦啊 也没有好房子 也没有好车子 就是说生活很苦 她哥哥就 就懒得跟她来解释 她觉得她的生活很幸福 她有一个人 一辈子这样爱她 而她现在 而且她现在 完全理解到 她这些爱的可贵 就陪着等于是痴呆性的 这么一个老太太过 这样的关系 能用工具来解释吗 所以我觉得 人类的感情 我们父母子女 包括男女的感情 是应该超越 这些工具理性的 工具的最高就是 真的 真的 我这体会 因为最近 我跟我爸爸住啊 我爸爸就是有点 那个不良于行了 就是颤颤巍巍的 他这个做任何动作都慢 你知道就是 但是他就特别想自己做